Hello, 大家好, 今日看看我的角欄目 想和大家討論一下中國正在研究一種新的核反應堆技術 熔岩反應堆 核能發電早已是電能生產的主要形式之一 而核電廠的燃料主要是用油和不元素 但是中國甘肅省武威士新型的核電裝置正要試驗 它是用另一種元素,土元素作為燃料的發電方式 土即是金字邊一個土 它自言其刊說中國或者起本月底 在甘肅省武威士 對世界首個土核反應堆進行測試 這個土核反應堆的功率只有兩萬瓦 只能為大約一千個住戶提供電磅 但是如果這次測試結果令人滿意的話 中國將會在2030年之前建造一個 能夠為10萬居民提供電力的 373兆瓦同類的熔岩反應堆 妖善成功也代表中國首先掌握了 第四代核能技術 所以第四代核電站的概念 是由美國能源部在1999年首次提出 到2000年1月 美國發起組織了巴西、加拿大、法國、日本等 九個國家 開發第四代核電的國際合作 進行討論 六個月之後 這九個國家成立了第四代核能系統 各國際論壇並且簽署了協議 根據這個協議的定義 第四代核能系統必須有四個重要特徵 第一是核能的可持續利用 通過對核燃料的有效利用 實現提供持續生產能源的手段 實現核廢料量最小化 第二是經濟性 發電的成本要優於其他能源 第三是安全和可靠性 要大幅度降低核電廠堆心損傷的概率 並且可以快速恢復反應堆運行的能力 取消廠紙外 採用應急措施的必要性 第四是防止擴散和實物保護 保證難以用於核武器 或者難以被人盜竊 而中國將會試用這種熔岩反應堆 其實始於20世紀40年代 美國已經開始研究 在1965年 美國帳樹嶺國家實驗室 就建成液態燃料熔岩實驗堆 這是到現在為止 世界上唯一建成了 並且運行過的液態燃料反應堆 也是唯一成功實驗 土核能燃料運行的反應堆 但後來因為冷戰的原因 則從民用的熔岩堆計劃下馬 美國熔岩堆的研發就終止了 隨著新材料工程出現 時代都變遷了 這種技術又重新受到重視 但外國似乎沒有投入足夠的資金和人才 去研究這種新技術 中國曾經在1970年代 選用土機熔岩堆 作為發展民用核能的起步點 1971年 上海的728工程 建成了零供率冷態熔岩堆 並達至臨界點 但限於當時的科技、工業和經濟水平 後來中國的研究方向轉為改建輕水式的反應堆 到了2011年中國重啟對土機熔岩堆的研究 中科院啟動了首批中科院戰略先導計劃的專項A類 包括集中研究土機熔岩堆的行能系統 計劃用20年左右的時間 在國際上首先實驗土機熔岩堆的應用 2017年首月 中科院和甘肅省簽署了熔岩堆項目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計劃在2020年建成熔岩堆實驗堆 這個項目分兩期建設 總投資達到220億元 到2018年3月27日 甘肅省公佈 中科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和甘肅省住建廳 就報送了土機熔岩堆系統實驗平台項目和配套項目 計劃選擇在武威士、文勤苑、鴻沙江的工業區 主要建設了土機熔岩堆的主體裝置廠房和相關設施 甘肅省這座新型核電裝置 就是世界上第一座商業化營運的土機熔岩堆 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它的建造也標誌了 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對第四代核電技術 進行商業化試驗營運的國家 這個反應堆在2018年9月30日開工建造 2021年即是今年的5月基本員工 8月完成了機電安裝 目前的安排在9月底啟動式運行 由於主要是實驗性質 這個反應堆的功率不會太大 只是為1000戶普通家庭提供電能 但如果運作良好 就會擴展成為一個可以為10萬家庭提供電能的 大型土機熔岩堆 將代表第四代核電技術 在中國進入市場化開發的零先階段 好了,大家聽了那麼久 可能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土機熔岩堆 我就嘗試去解釋一下 當中有比較多技術名詞 希望大家忍耐 土機熔岩堆有叫做液態忽化土反應堆 採用熔岩狀態的燃料 以及用土232作為增值燃料 利用土、油、循環產能 方法在熱中止堆中 將土232轉化成為另一種核燃料 油233 然後從油233分離出來 返回堆中循環使用 它在第四代核能國際論壇上 由專家定出的六種堆形當中的其中一種主要堆形 它有目前核電技術沒有幾方面的優勢 主要是四方面 第一,土機熔岩堆的安全係數較高 土機反應堆的發電技術比以往核電廠的發電技術安全 它基本上就不會出現高溫燒毀的情況 因為當反應堆裡的溫度超過預定值的時候 它的底部的冷凍塞就會自動溶化 除了核燃料的溶岩就會全部流入應急儲存罐當中 核反應就中止了 之後反應堆就會迅速降溫 而作為冷卻劑的複核不化鹽 在冷卻之後會凝固 基本上就不會洩露出來污染環境 即是不會用水冷 也不會有些滲染了核污染的廢水流出在反應堆之外 另外,正常情況之下 土機反應堆產生的核廢率都比較少 不到普通油和核反應堆的1% 而它的危害可以從幾萬年降低到幾百年 所以土機反應堆被視為未來核電技術領域裡 其中一種安全的反應堆 另一項,第二項更加重要的是 而轉換效率更高 土機溶炎堆的堆芯燃料 是溶解於忽炎當中的土、油、混合物 忽炎的溶點是550度 肺點是1400度 它的工作環境可以實現常壓高溫700度 液態燃料流入改進之後的堆芯 就產生臨界值 發生裂變反應,產生熱能 熱量就被自身吸收並且帶走 流出堆芯之後又重返次臨界狀態 這樣就可以做到循環使用 運行的時候,熱點轉換效率可以達到45-50% 比普通核電站的33% 產生的熱量更加大 第三,是折省水資源 對環境的兼容性很大 上面說過了,土基反應堆的冷卻劑 是複合型的固化炎 就不像油和不的反應堆一樣 要用大量的水資源 所以環境的兼容性很大 在缺水的地方也可以建造這種反應堆 第四,土礦的資源遠比油和不礦豐富 地球地層中的土礦的儲量較豐富 遠高於油和不的元素 例如營石礦當中就含有土 礦產來源就容易得多了 我國目前已經探明的土儲存量 在30萬噸以上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卡羅努比亞 曾經說過 如果用它來發電 按照目前電能的消耗來計算 中國的土的儲量能夠保證 未來很多個世紀的發電量 大致可以使用兩萬年 兩萬年那麼久 這樣就解決了中國很多能源短缺的問題 由此可見 作為國際上正在發展的第四代反應堆技術 上述的四大顛覆性優勢 也說明了土基熔岩堆 它有突出的安全性和可開發性 它正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技術 國家這方面的研究也處於領先的地位 金屬省無威士這次土基反應堆實驗的意義重大 如果能夠成功 就代表著中國在這項技術上率先取得突破 中國又多行世界第一了 今後我們將無需要在核能源上依賴其他國家供應 擺脫能源需求對外依賴的日子 將會越來越近了